基泰大直公寓的塌陷案 部分建築物真的是嚴重的損壞 沒有辦法復原 建管處原本計畫 今天就要進行回樓的強制拆除作業 但卻在昨天晚上突然喊咖 因為建管處就表示 基泰建設二十二號送審的拆除計畫書 經過了建築師工會的審查內容 發現沒有針對這次案件特殊性 提出相關的安全為例的防護措施 於是是退回修正 因此要等修訂版核定之後才可以拆除 預計明天開始拆除的工程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